什麼情形下電話變多 可能是主席說錯話的時候 辛苦大家了 我害得大家 無意勞動節 柯文哲體驗一日黨部客服員 才意識到自己的快嘴 讓不少基層更勞累 而另一頭藍綠議員持續圍攻 柯文哲任內拍板精華 塵案840%容積率 變成又是科技版的五大片 還是要穿在你身上嗎 絕對不能馬馬無路過關 2021年這段直訊影片 被翻出來 網友指出 苗博雅是先知一切都在預料之中 苗博雅強調柯文哲陷入精華塵案 恐怕是因為聽信財團 柯文哲他就是剛閉自用 都只聽包圍在他身邊的財團 給他灌輸了一些甜言蜜語 沒有直播的會議裡面 所有會議紀錄不僅錄音要掉出來 除了精華塵案 包含北施科土力財團疑雲 也是議員追查重點 將對兩大案 北施議會成立調查小組名單出爐了 精華塵案 自由國民黨優秀惠中小平等四人 民進黨洪建議許淑華等三人 和民眾黨陳佑成 以及被網友稱為先知的苗博雅組成 後續不排除提案約談 柯文哲 議員摸到霍霍 可聞著低調跑行程 反映大家先查會議紀錄 但精華塵案 國民黨議員鍾小平也翻出 110年3月專家專案小組會議 其中曾光宗委員廖仲化 一直希望市府開一張無期限的空白支票 讓申請單位想要多少樓地板面積自己填 這個心態很不對 個人堅決反對 許阿雪是我們柯市府時候的 這個都發局的副局長 他從頭到尾堅決反對 許阿雪就請假 不敢來啊 會出事啊 這些都是討論的過程 我們不知道 鍾小平議員現在到底 所謂何事 回顧審議過程 不少專家學者都反對 種種疑點 就算柯文哲卸任 還是得交代清楚 三選李凱中文宣